尋教青皇 这次也有整理出来 就是如果观众朋友 你有在这25个粉专有按赞的话 麻烦你赶快退赞 因为你可能被利用了都不知道 对不对 对 而且跟各位讲很像 分两个部分先讲一下 第一个先讲一下 苏贞昌院长当时的原文 苏贞昌院长当时 被记者问到郭彦均事件的时候 他的原文是怎么讲的 他的意思是 他的原文是说 这个相似的内容 然后被相近的团体 然后给发出去 所以换言之 他已经告诉你 他不是针对郭彦均 他是针对这些 所谓的相近的团体 把这些内容给发出去 所以他其实一开始表达得很清楚 但是事后呢 很多人都没有把 他这个相近的团体拿出来 只针对郭彦均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大家在讲的是 后面在做这些假讯息传播的 到底是谁 所以呢我们先看一下 因为这种内容农场的文章 其实不是现在出现 他早在2017那个时候 就已经非常多了 而且2017 2018的时候呢 台湾已经受过一波的 内容农场的攻击 所以在当时 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 是一个网站叫做密讯 从那密讯先开始 而密讯当时呢 也被人家发现说 这个好像还是报道者追踪的 追踪说在他城市连接部分 发现说他们有个顾问 其实是新党的 所以当时才会引起 轩然大波说 这些内容的部分 到底是怎么来的 好 首先先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它的原始的本质呢 是来自于哪里 这也不是中国自己原创 真正原创是商业模式 这个他们叫营销号 所谓营销号就是说呢 我今天也要宣传嘛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一个艺人 要宣传我自己的这个歌曲 那我要宣传 我要怎么宣传呢 我就找了很多在微博上面 在这个网络上面 有账号的 他在上面呢 去一个一个帮我PO出来 PO出来的话呢 我一个账号呢 张贴出来是一个价钱 然后转发是一个价钱 关注再是一个价钱 所以他至少就有三个价钱 我可以跟业主报价嘛 那欢歌就是这样子 我跟业主报完一个价钱 我拿到价钱了之后呢 我把价格压低一点 再找一些水军 一些携手帮我去做转贴的动作 所以在中国当时呢 去年就有这个记者 卧底在这些水手的群组里面 发现说有家邻主妇也去做的啦 有学生也去做的啦 然后呢 转发一折 他抽多少钱用这种模式 所以这个模式 他当初一开始 拿来做这种水军的文章的 所以你看 在这个沈柏阳 就是台北大学的犯罪研究所的 这个助理教授 他就告诉你 这种农场里面 通常没有作者 有作者的也还是不少 但重点他就是 大量复制其他网站的文章 然后改标题 这是一个玩法 第二个玩法呢 内容农场还有怎么玩的 还有玩法是像这样子 他就跟你经营心理测验 你知道很多人在网络上 没聊嘛 时间多嘛 时间多没聊 就觉得好玩嘛 做一下心理测验 做一下血型测验 看一下也觉得爽嘛 可是你一做的结果 就是你的资料就留在上面了 所以你就看到 内容农场也有在做这种的 但是你会注意一件事情 内容农场怎么先把人家拐进来的 内容农场呢 先把不同的群众 用各种主题的文章拐进来 哪些主题呢 第一个命理类很多 第二个什么东西很多 健康类很多 第三个精神打气 正能量型的文章很多 第四个长辈型的文章很多 好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些 正媒的文章很多 对正媒的也有 然后所以你看一下 这些所谓的20个粉砖 转贴很多孩子走了 这20个粉砖 你注意看哦 有没有什么 人生向前走 每天正能量 这就是我讲的 就贴那种正能量型的文章 听起来就很像 长辈文很喜欢的 美女乐园男人本色 这个就是正媒的 这就是张宇嫂喜欢的 对对对 就是爱看正媒 对不对 像这种就是 然后你看什么 正在看正向看人生 然后还有 你看这个其实也是很糟糕 你看 他用台湾队长的名义 让你以为他是台湾本土意识的 本土意识的粉砖 但他其实发出来的东西呢 反向过来是会攻击到台湾的本土的状况的 所以你再看下面还有呢 像这个战新闻 这就不用讲了 这个战新闻是从2018开始 2017开始就很有名的 有很多这个假讯息 假内容在上面的这个内容农场 然后你看 这一些下来呢 甚至有的还是简体字哦 什么保证笑识 你这是看起来就是贴笑话很多的 所以这些内容农场你就看 他平常一开始 因为你看他发笑话 你看他发心理测验 你看他发那个命理文章 你看他发正妹文章 你怎么会对他有心房 你对他没有心房 那你想想看哦 你平常大概看他三个月 四个月的时间看下来 没有心房的情况之下 突然看到 他怎么讲了一个好多孩子走了 你这个时候突然就会觉得被震惊到 因为你对他不设限 所以他讲的你都相信 所以这种类型的文章 就是内容农场很爱的文章 可是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于说 他现在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渗透到 你台湾的资讯站里面去 所以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这个内容农场的刷流量 是他的商业本质 但是拿商业的方式 拿来做统战的这个模式 或是拿来做扰乱台湾的模式 这就是他们现在在做的方式 所以你看连中国 这种中国现在在什么 中国现在刷流量 刷到他们自己觉得很烦的 就是这种所谓的爱国营销号 大家很难想象 在中国呢 中国政府也觉得这种很烦 什么意思呢 打着爱国的名义 事实上他是为了刷流量 所以你看中国这个很有名的 这个所谓爱国营销号的操作 这叫烧操作 你看他说告诉你说 世界好多国家都好想回归中国 好想回归中国的国家 你看这边想回归中国的国家 什么德鲁兹想回归中国 越南想要回归中国 非洲遗落的华人后代 他很想回归中国 全世界一堆国家想要回归中国 这个就是爱国营销号的操作 但是为什么好呢 是因为他这种操作的模式 可以把流量给刷进来 可以骗很多小粉红的流量 那另外一种是像你看这个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 这个刷流量的方式 然后你看这个什么叫什么 小宝面的这个乳味人生 他就告诉你 等你想好了再接近我 我没有父母养 然后呢 也只会做这个什么 也只会做乳味 然后呢存款不多 然后没有负债 这个我怕日后对你 你只会说我现实 然后他讲这个话是要干嘛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是个有自尊的女生 但是我有积蓄 我没有负债 所以呢你想要找我男人趁现在 像这种类型 你注意一件事情 黄哥你看 一二三四 不同的女生讲的都是同一段话 同一段话之外 你再注意一件事 车牌都一样 车牌的号码都是那个什么 A开头 什么余A 感觉就是公版套用上去 对就公版套用 然后四个账号全部都通用 这就是他们洗版的模式 就是我只要有一个内容 我不同的账号我养完了之后呢 我同一时间只要我要 噼里啪 这四三四个账号 或者说三四十个账号 我都可以发上去 发上去了之后就有影响力 那对中国政府来讲 刚刚那个已经很烦 对不对 这更烦啊 什么叫做更烦呢 各位看这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什么呢 这是在福建一个公司 他在讲说这个 疫情的关系 划伤太难 结果你看 有几个国家的划伤太难 大家看一下 中国的营销号自己干出来的 疫情下的俄罗斯 店铺关门歇业 华人有家难回 在俄罗斯的划伤太难了 然后呢 疫情下的葡萄牙 店铺关门歇业 华人有家难回 葡萄牙划伤太难了 基本上就把国民改一下了 就把国民改一下而已 你再看这个 疫情下的印尼划伤太难了 疫情下的莫山比克 莫山比克太难了 柬埔寨 柬埔寨划伤太难了 全部都一样耶 他就只有改一个 改一个国家的名称 然后就划伤太难了 那中国政府 为什么要办这家公司 把这家公司直接修理掉 把它给关起来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嘛 你这个意思就是告诉说 中国在外面经营的这些 都很难 所以呢 那你中国政府 是不是要伸出援手 所以中国政府压力大了之后呢 觉得说 你这个变成是在找我麻烦嘛 所以中国就把这家福建的公司 把它给抓起来 后来才发现 这家福建的公司呢 手上有三个重要的营销号要做 所以呢 就发了一堆这种东西 充流量 那充流量也就算了 你看还有更夸张的 充流量竟然说什么呢 充 一堆国家的女人 想要嫁到中国去 我是越南女人 我想嫁到中国 日本姑娘都想嫁到中国 越南女人想嫁到中国 然后还说 最好娶柬埔寨女人 这种东西也可以拿来充流量 所以你就知道 松博把这种营销号的行销文化 玩到淋漓尽致 但是呢 他把它拿来对付你台湾的方式呢 就是把它来操作说 你台湾现在有疫情的时候呢 一堆人告诉 一堆账号告诉你说 哎呀我们怎么可能跟疫情共存呢 你就放弃吧 要不然就告诉你说 孩子死很多 所以这个就是标准的 资讯站操作的方式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你看 这个也是这两天 我看到最夸张的 在推特上面 然后呢 说台南车站确诊4000人 然后说台南车站 全部封闭起来 然后黄伟泽市长 还故意不让大家知道 天哪 晃哥你想想看 台南车站 每天多少人进出啊 台南车站是黄伟泽 可以封得起来的吗 你想想想看 而且台南车站确诊4000人 这件事情 你觉得黄伟泽封得起来吗 所以这个讯息一看到的时候 我跟你讲 任何正常的台湾人 在看的时候都知道 这是impossible的事情 这么明显的假讯息 但是你看哦 他就是故意要让你乱上添乱 表示说后面 有一只黑手在操作 什么意思 他在你这个所谓的 孩子的这件事情呢 还在发酵的时候 他故意在这时候再继续乱 再跟你加码一直说 你看台湾的政府呢 既然台南市政府车站确诊4000人 封起来还不让你们大家知道 晃哥你想一件事 台南车站如果真的封起来 今天大家火车南北往来 会不知道吗 不可能不知道 公告都公告出来了嘛 可是你看这种假讯息 可以发到这么多 台南车站因为在施工 外面有围离啦 但是那个封不是这个封 而且那边台南站 如果在车站确诊4000人 这是一件 我问你他怎么确诊出来的 他怎么得到这结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说 这种假讯息的资讯站 他在透过这种网路营销号的操作 他会一直扩散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今天最重要的两个关键的资讯 一般正常的内容农场怎么操作的 内容农场是这样子 晃哥 他们的操作模式 我的内容农场上面呢 我如果光是这个Google的 这个点阅进来的 Google广告1000次的浏览 他会分给我1.2块美金左右 然后这个时间呢 所以1.2块美金 所以我的浏览次数够高 我是可以赚钱没有错哦 可是你去看一件事情 政治类的类型的广告 他不一定要靠Google浏览哦 他有可能有个业主 在后面拿钱给他 我收得到够多的钱 一篇我算你多 发一篇文章 我算你50块好不好 然后呢 这个一个按赞再加多少钱 一个转贴再加多少钱 我整个通包下来 我比如说你一个专案 算你50万 我就帮你操作一次 这很可怕 你知道在台湾就很多 老公要乱你 成本就真的很低耶 那为什么要提醒各位 要注意这件事情哦 台湾为什么会有 那么多假讯息 这就跟我们面对 对岸的老公有关系 你看哦 这个是为什么连拜登 都在这时间要出来讲说 这个要武力保护台湾 这显然反推回去 就是告诉你 老公就是一直想要打台湾嘛 那在老公要打台湾 老公也会对你 使用资讯战的时候 这样的操作模式 你怎么可能不注意 所以这不是单独说 我们只有讨论小朋友的 健康的事情而已 而是中国在对 我们资讯战的时候 从这个案例 你就要看得出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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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